小半天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成立以來致力於推展在地農業特色文化 盼能帶動地方觀光及產業發展 近年來響應綠色旅遊政策 休區也規劃了許多輕旅行遊程 而近期所主打的遊程 就是竹林下地阿卡邦野餐活動 我們休閒農業區 近幾年再推行都是做綠色旅遊 在綠色旅遊的部分 它是要把我們的碳的減碳減到最低 我們就把遊客帶到我們這邊來做輕旅行 輕旅行的時候我們就發想到說 我們早期的農民 他的生活其實是最符合綠色旅遊的 那我們把這個夢中竹林下的野餐 把它套入這樣子這個活動 很開心說你們今天一人 來到我們燒霸天 來貼鹽到竹子下飯 跟圍洞孫這就換 我看你這個主席尾餐 後面比較低 後面比較低 後面再對一點 1 2 3 漂亮漂亮漂亮 竹林下地阿卡榜野餐活動 會帶領民眾走進夢中竹林古戰場內 除了體驗優美的生態環境 也會在農民的解說下 深入認識竹子的生長習性 以及許多有關於地方農業 特色文化 隨後更能好好品嘗地阿卡榜 煮鹿酒等特色美食 目前在推廣的就是我們夢中竹林下的野餐 那就是說在遊客來的時候 我們帶他來到這個夢中竹林裡面 做生態導覽解說 然後讓他們去知道說 我們這個夢中竹怎麼生長 跟有生產什麼這個農作物 然後最主要是讓他們體驗 我們早期鮮民的這個生活 那生活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早期的鮮民 大早來到山上非常的冷 那我們的竹林 又要做一些 純山去世不留期的這個動作 就是把不好的竹子把它砍拔掉 然後我們在這邊都會 簡單的把它用一個火堆把它燒完 那在把這個火堆燒完之後 我們有餘溫的話 在中午的時候 我們農民都會把我們的便當拿出來 在這個火堆上加熱 那今天我們就是把這個農民的生活 套在我們的遊城上面 讓遊客知道說 來這邊玩 知道我們鮮民的活動 以及以前他們怎麼生活 怎麼去吃這個爹仔卡榜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比較最有特色的就是 我們把這個高粱酒灌注在夢中族裡面 那大概經過七天的醞釀之後 它酒精成分會降低 那裡面會釋放出我們竹子裡面的一些礦物質 那包括有一些是防洪類的 那一些都是可以對我們身體非常好的 所以說 這個也是我們在地的一個推廣活動 所以我們除了讓遊客來這邊吃爹仔卡榜 那在這邊竹林裡面用餐之外 還有這個喝這個竹鹿酒這樣子 讓遊客有所感受 讓他們喜歡上我們的竹林這樣子 竹鹿酒是怎麼灌進去的 有人知道嗎 怎麼灌進去 鑽孔啊 鑽孔 鑽孔然後用機器把它 喔 就是比較好 這邊它會有空氣 你會接好喔 等一下就會噴出來囉 好 喔 讚 看到了嗎 那個空氣 給它 對 永遠才會有個雅 你也算好 所以我們要一個 日前竹林下 鋁仔卡榜野餐活動 熱鬧登場 在農民帶領下 民眾漫步在夢中竹林中 不僅是能當個一日農夫 體驗農村生活 透過農民的經驗分享 他們也學習到許多 有趣且使用的野外求生小知識 扮這個鋁仔卡榜 跟這個鋁仔卡榜的體驗活動 對我們這個觀光的帶動 有很大的效益 因為 多次人不來過鋁仔卡 鋁仔 鋁仔生在家都不知道 都說我要來吃萬鋁仔 其實鋁仔是在土地 你來這裡 你就會覺得 哇在這裡感覺很涼爽 在這裡吃鋁仔卡榜 比說你在國賓大飯店 吃後覺得這樣更漂亮 因為這裡就是天然的環境 這個空氣又很好 都會有奮鬥症 我們在外面的人 如果不是說 這個天氣這麼好 來這裡看一個鋁仔 這麼漂亮 吃這個鋁仔卡榜 一個燙的便當 對我們覺得 尤其這個天氣 冬天來這裡 又覺得顧客 溫暖的感覺 來這裡吃這個鋁仔 以前不是看過鋁仔 所以體驗說來鋁仔 有一天 有一天 如果真的說 迷路的時候 要早吃的時候 你如果說 我鋁仔在這裡 要帶鋁仔來吃 還有 水 你如果在山上 你也找不到水 所以鋁仔 他如果說 三四月的時候 你如果這個 差不多兩年生的 鋁仔會面 你就會擠水 或是說 鋁公 如果有水 萬鋁仔都有水 所以萬一 你如果說野外 你迷失的時候 你如果要求生存 你如果說 我來找水來吃 找鋁仔來吃 所以說 我們這個活動 希望說 這裡外面的人 可以來這裡體驗 給我一些 尾鋁仔 求生 一些經驗 來這裡體驗 你在土地 不要享受 我們可以入座 有米汁呢 就可以拿出來做 好吃耶 好香喔 而對於能夠 來到小飯店 並在休閒農業區的 用心規劃下 體驗這場 租營下 鋁仔卡飯野餐活動 參與的民眾 都感到不需此行 因為過程中 不僅有得吃 有得玩 更是好好的認識到 小飯店特色 農業文化 相當有意義 所以也十分推薦大眾 有機會都能夠前來參與 從網路搜尋到小飯店的景點 後來就跳出你們的活動 我一看 哇 太棒了 剛好我們會裡有位 會兄及會嫂的故鄉 那我們雖然來過小飯店 但是一直想體驗最當地的特色餐點 今天來好開心喔 大家彷彿回到童年時期 真的好棒 我會再引見好友來參與 我們其實在幾年前就來過了 也是在這個地方 有去挖竹水 那今天是由我們的文雄會長 帶著我們回來的 真的很棒的一個地方 歡迎大家喔 可以來享受這個野外的野餐 太棒了 這個酒聽說是高粱酒 五十八度 那我們剛剛就看了說 它就是隨著我們的這個身高 那有四節 我學到了比如說 當你竹子裡頭藏了酒 那只能三到四節 它才能夠繼續給它成長的空間 所以今天最大的收穫說 就學到了知道好酒就在好竹裡頭 真的是太棒了 以前不是很清楚竹筍怎麼藏 現在來到這邊以後 了解竹筍到底是怎麼藏長的 我們剛剛有試著下去找 剛開始真的還不知道說 竹筍會自己找水 然後以後呢 我們如果到森林裡面的話呢 尋著竹筍呢 尋著竹筍呢 尋著竹林呢 就會有水源可以救命 真的很棒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就是 有新的知識 然後這個活動呢 非常有趣 所以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來體驗 在地農民仲先生 對於小半天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長年來的用心經營十分支持 並稱讚此次 竹林下地的卡榜也參活動 對地方產業及觀光推展所帶來的效益 期待日後藉此 能吸引更多人前來小半天參與體驗活動 認識地方特色 我們在這裡辦活動 我們這裡的遊客很多 我們這裡的遊客 如果在這裡過廊都會問 你們在辦什麼 覺得這麼有趣 他們不會看過 在地下還有辦一些活動 在這裡呢 在這裡烹飪便當 烹飪包 還可以泡茶 還有地下酒 好喝 這他們都不會看過 這就是我們有些新的創意 讓這些遊客 不要去做過這裡的活動 說如果你們做廊都會問 你們怎麼還要過來 說好啊 我們很愛過來 因為來這裡可以活絡精骨 尤其這次疫情 疫情都在裡面 冤枉到這樣 已經冤枉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很愛出來 這裡走走這裡空氣好 還有沒有汙染 風呢有在退流 說對這個疫情來說 真的可以出來這裡走走 是失散一下的精骨 來這裡運動 其實是很好 我們這裡用這個活動 之後 像說我們這裡的遊客來 你要買順 像我們這裡這次順 大家稍微要買 因為就遊客很多 你量今年還比較少 所以可以帶動遊客 進來直接 享受一下說 哇來這裡順了 好吃 還好享受 響應綠色旅行 小半天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這些年規劃了許多活動 租金下第二卡本野餐活動 是近期主打的遊城 秀區與環林有意參與 體驗的民眾 都能夠前往秀區官網了解 相關資訊 我們在做綠色旅遊 我們目前一直在開發一些 遊城當中 把這個綠色旅遊的概念套入 就包括說我們這個 螢火蟲 茶席這個也是 螢火蟲 早期也是說 這個叫做 我們大家一直在 拿著電燈去找螢火蟲 那我們 我們秀區市 目前是把它規劃 是在定點的地方 泡一壺茶 等於從來我們的身邊 跟我們一起喝茶這樣子 這個也是 然後這個叫做 我們的星空茶席 還有這個雲海茶席 這個相當都是 綠色旅遊的一環 那我們大概都是以 團體客 或者是小眾 來這邊做接駁車為主這樣子 那減低車輛 污染的環境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減低這個部分的話 就把它 綠色旅遊把它帶動起來這樣子 半天休閒融會區 針對這個 夢中竹林下的野餐 那個我們會持續一直在做 目前也已經有很多的團體 在排隊當中 我們目前我們的限制人數是 20個人是開團 那大概60個人 為主這樣子 這樣子的服務度的品質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各位遊客 如果想來體驗這個 可以上我們的官網 來報名這樣子 先運有好 肯定小半天休閒農業區 發展協會的用心規劃 響應了綠色旅行 辦理 竹林下地阿卡本野餐活動 將地方特色農業文化 做了最大推展 對地方產業及觀光發展 幫助極大 那在小半天休閒農業區 發展協會 帶領之下 其實不僅在地方 上農業的技術有所提升 同時在地方的觀光發展 花花輕旅行 都有很好的一個安排 那在於響應 綠色旅遊 那我們特別要肯定 我們的小半天休閒農業區 發展協會 有舉辦了非常精彩的 竹林下地阿卡本野餐活動 讓大家到這片非常美麗的 夢中竹的竹林 還在這裡面做野餐 那同時還去喝這個竹鹿酒 那能夠讓大家感受到 不一樣的一個在地的自然氣息 還有包括感受到在地的 一個美麗的一個夢中竹林 那其實在這一次 我們特別感謝到 我們協會它很精心的舉辦 不僅在綠色旅遊方面 能夠做一個推廣 那同時 那你能夠讓許多的民眾 來了解小半天 另外縣院劉浩也期待 因為有小半天 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不斷創新 及導入各項資源的幫助 下辦理客室活動 不僅幫助農民發展經營 更對地方產業及公共推展 帶來更多效益 出現地方的發展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 綠色旅行來講 同時它帶動的 不僅是夢中竹林的推廣 那也包括周遭的 也有一些露營區 那包括小半天 這邊也有石碼公園 再往上也有西部好胎莊 再往上還有西頭跟妖怪村 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 就是綠色旅行的一個規劃上 它是可以帶動整體 露骨的一個觀光發展 那所以我們再次要肯定 發展協會 對於地方上面的用心 那也要謝謝 我們的小半天 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導入許多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一個資源 來串聯起來 來帶領著農民 還來去做很多的不僅是農業 還有包括觀光的推廣 那所以小半天 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是值得被肯定的 也希望未來 和我們的發展協會 可以持續的 來去舉辦類似的相關活動 讓大家更深刻了解在地 議長和聖峰稱讚小半天 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多年來的用心經營 有效協助地方來做發展 也期待在修區的持續努力下 能夠開發出更多 具有地方特色的相關活動 藉此為地方帶來更高的發展效益 明日新聞如一凱專題採訪報導 我們準備好了 就算了解解決定 給她做個問題 考慮了解決定 今後會准許再幫她 在整個問題 給她做個問題 可以講述